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赢得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昨晚LPL和LCK两边都打满BO5的大战 也是猫抢龙 本来想看看DK整的花活 结果20分钟没衣血 还是看看眼前的LPL吧家人们 大家好,我是许桑 李宁和威武打出了纪录赛的第一个决胜局 场上一堆老头都在熬 我们直接来看李宁怎么拿下跌宕起伏的决胜局 色录清晰,神说BP 这轮BO5算是少金的投铁局 无论输赢两边坚持不换边 威武五抢红色,李宁五抢蓝色 双方前三局前三数选人一个没变 放哲力拿轮子妈搭猫咪 搞得我一度以为自己进了阅读空间 哦,Northea,那没事了 其实看比赛的时候我们一直很疑惑 威武为啥不在二楼拿打野 如果说威武的前三局要二楼抢猫 拆李宁的哲力猫组合 那把猴子放给李宁还算能接受 那第五局,威武已经确定了用卢娜应对哲力的情况下 是可以单挂卢先抢猴子的 毕竟对面拆不了大美 但威武没这么做 可能在威武的理解里 他们更需要为六级前的做事能力 变成他们觉得胃相比猴子 对于卢娜的威胁更大 权衡之下才做出了放猴子拿胃的决定 并且威武放猴子给对面 后面也是有应对措施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有几轮打下来 瑞奇有点招架不住阿乐了 这对威武来说是比较致命的 加上瑞奇的英雄持限制 导致威武没办法通过把五楼Counterweight留给瑞奇 因为第三局威武就是把五楼留给瑞奇 李宁先抢那儿 瑞奇五楼Counterweight选个酒筒坐牢 阿乐能处萃取拿肚层 编路还是随便压制 除了那儿酒筒以外 瑞奇用为别的存货了 因此威武只能把Counterweight给到Rookie 四楼抢那儿 希望瑞奇能顶多压力 那这样的话 阿乐直接亮剑 威武最后的延阙 则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陷着猴子的进场 算是放猴子给对面的一个小补偿 但总体来说 这个Counterweight的作用没那么大 最终阵容确定 李宁是一套维要中野 团战能力起节奏的阵容 后期有泽力猫咪的拉扯输出 还有间接担待 威武则是一套需要抢节奏的阵容 延阙卫成中期更主动 卢娜的发力期也被对面下路扫 明确主打中下的情况下 娜娜就得承担一个抗压发育的角色 如果被突破的话 正面会被牵制很多精力 进入比赛 这局李宁前期同时从野区和线上 分别确定了优势 我们先从野区说起 双方打野开局采用镜上刷野的方式 作为常规赛 空手霜和线最多的队伍 李宁开局就围绕和线做了一个小设计 注意猴子在往上刷完四足野之后 并没有选择空上和线 而是来到中路打一波延确的雪的 因为未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速四的 第一波野区全刷的可能性会更高 而刷完五足野到和线的时间点 会在三分二十秒左右 甚至惩戒还有可能没赚好 这个时间已经足够对手打野秒掉和线 或者埋伏好蹲人了 第四局他战就利用过这个时间差 在河道蹲死梦魇 此时双方中路平线 猴子先打一套能够创造中单的雪量和线权优势 自己则是先去控 为更可能刷的下和线 上和线由杜因比之前在上和道口 插着视频眼看着 不过卡萨也很细节 他看到猴子出现在中路后 已经猜到李宁接下来的动向 所以选择放掉两足野先去控下和线 导致猴子无功而返 算是破解掉了李宁的双和线设计 不过接下来威武的处理就有点粗糙了 似乎是堵定了猴子不在下 打出了一波比较抽象的抓虾 马猴炮来说 此时泽利水量不佳 下路兵线也被卡在了中间 是一定要叫人帮忙来解线反蹲的 不然泽利就算不被限杀 未来下要么死要么别吃 而且猴子最后一次被威武探造果实照到的时候 也是往下走 刷个石甲虫来帮下路反蹲是有可能的 当然 这里我们也提出另一种可能 猴子的上河蟹还没有刷 他战也有可能只是做个假动作 再绕回去刷河蟹 或者回程直接刷上去 泽利的第一个视频眼 在2分19秒插下 这个威武自己就拼了信号 猫咪带的是扫描 那么在90秒后 李宁的下路就不会有河道视野 未抓下的成功率很高 从结果来看 威武确实没猜到他战在下路反蹲 也没看到泽利往中草放了眼 那每次也被打出闪现 喀萨也整了个变形操作 这里有个细节 在喀萨Q快出手结束的一瞬间 还没有进草 但泽利进了草丛 从威武的第一视角来看 泽利当时在地图上消失了 所以喀萨应该是盲视野预判的Q闪 结果就空了 让李宁拿下了两个人头 在说威线上 阿勒这一局 可以说是玩爆了瑞奇 从单线打开了局面 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两位选手的对线情况 一般来说 竞技不管是打大纳尔 还是小纳尔都还算可以 小纳尔竞技接Q上去硬A 只要稍微打出点破绽 或者W减速到纳尔攻速 剑技都是不亏的 纳尔想拉开身位 基本只能交易 不过异智能的CD码太长了 这段时间 纳尔就比较难吃冰了 如果是大纳尔的话 对剑技也谈不上好打 W的取手前摇过于明显 剑技能轻松格当反晕 就算剑技没有W 也能用Q去尝试躲开 所以纳尔打剑技 只能找机会贴墙 突然R拍晕 这个R的前摇还是比较快的 不太容易被反晕 剑技被晕之后 必然会吃到纳尔的WQ一套连招 有机会杀 是纳尔比较好的反制手段 而来到这一局 之前我们说过 在这个不太着急控龙的版本 可以先考虑放掉前面的一两条龙 先把上路帮起来 李宁这一局就是这么做的 开局五人站岗 帮阿乐插打现眼 这个眼的作用 就在于放纳尔前面说的 剑技和纳尔的战录能力 纳尔这种小神版 没法和剑技队A 所以剑技可以一击卡着这个草丛 不让纳尔吃到前三个竞争兵的经验 瑞奇也是很勇啊 交出一个线眼之后 硬顶着和剑技换血 经验是吃到了 血量上直接亏了一大截 整个前期对线 基本都是剑技处于优势 这是阿乐自己在线上打出的效果 另一方面 在猴子帮兵女打完一套之后 中路的线权 基本始终是兵女在主导 所以李宁中叶 可以轮流来上找瑞奇的麻烦 猴子还成功抓死了一波纳尔 不过这些都不算致命 纳尔本就是抗压位 有TP单线也没亏兵亏经验 威武还能在下半局换到一条小龙 团队层面上来说肯定不亏 最关键的 还是阿乐11分钟这波单杀 直接改变了上路的格局 这波阿乐的操作确实很帅 中间有一些值得一说的博弈在里面 看上去 瑞奇的操作有点脑溢血 技能空了不说 上的时机也选择得莫名其妙 不过作为一个上单 我是能理解的 不过这是一家之言 并不代表瑞奇一定是这么想的 只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个角度去看比赛 第一个原因是时间 纳尔从上一波被抓 被迫交TP上线 再跟着队友打完峡谷先锋团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过家 身上至少也攒了一个小剑的钱 需要回程补装备 因为威武这把的思路是打下控龙 这个时间点距离下一条龙刷新 还有不到两分钟 如果纳尔能处理完这波兵线 回程补装备 那么下一波上线后 只能推剑机的线转中 用线权优势帮助队友拿下小龙 第二个原因是蓝量 光大招就需要100蓝 最多放个W一R就空蓝了 所以注意瑞奇的动作 像之前我提到的 纳尔打剑机先R后W的技巧 他也没有考虑 而是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先手W 这个W别说阿乐了 我上我也能挡住好吧 但从前面瑞奇和阿乐的一些 对线片当中也能看出 他纳尔在W之后 会有意识地用一丸控制抵消 说明他是知道这个对线逻辑的 纳尔绝侯哥应该不至于这么下饭 在我个人的理解里 这是一个阳某 如果剑机不交W 那一定会被晕住 从而吃到他的R 没蓝的剑机追不上纳尔 如果剑机交了W 那剑机则没有W去挡大招 还是会被推开 从而达到纳尔亲线后撤的目的 不过阿乐这里很细 他也能隐隐猜到纳尔要放大 所以在R秒破完两个破绽之后 并没有着急去破另外两个破绽 而是用一个非常极限的小扭头 规避掉了纳尔的大招 本身这个时候剑机已经空蓝 大家注意剑机的状态蓝啊 阿乐扭到大招的同时 还吃了个饼干 极限回上了足够放Q的蓝 这才有了后面的单杀 当然 这波肯定是瑞奇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 没有把饼干回蓝这一点算进去 也没算好伤害 这才被打出了单杀 这波单杀也持续影响到后面 剑机单吃一塔 W5被剑机从单线打开了局面 这让W5的边线压力非常大 他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加快拿龙节奏 去逼李宁来和自己接正面团 规避剑机的单带风险 本来李宁前两条龙是打算放的 结果Kasa还是没绷住 我拿的小龙被猫给抢了 这个丢龙对W5来说是特别伤的 因为W5是一套跟时间赛跑的阵容 颜阙卢娜的强势期内 必须拿到龙魂或者大龙 才能继续把游戏玩下去 不然三个分钟一到 W5就走下坡路了 并且这条小龙也让剑机多了五分钟的单带时间 其实此刻游戏已经隐变成 卢仙和剑机两个人的游戏了 如果W5不能在阵容强势期内 虽然九叔战争的Kasa表现有一些瑕疵 但作为一个临时抬上来的打野 Kasa还是撑起了场子 Rookie和Kasa不断地起节奏抓机会 拿到听牌龙的W5还是能逼剑机来打团 但最关键的 W5在卢娜的强势期内都没有拿到足够的优势 他们被李宁的单带牵制得非常难受 临近17分钟 卢娜来中抢到线权 上下基本是平线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动先锋机会 卢仙撞了一塔 可不就能扩大地图的影响力了 但W5并没有在抢到中线之后 往上合到几视野 而是想在地图的另一边换资源 那么卢娜拿到的中线 什么也干不了 再看另一边李宁的阅读比赛能力 养大哥 读音笔是专业的 17分钟处理完上限 直接TP帮阿勒抓纳尔 抓到这回原地逼 放剑机提速拿到两件套 中路就算被跃 也有人能接线守着中塔 这一轮运营 李宁拿到先锋能破掉W5中一塔 而李宁的中一塔 玩了整整三分钟才掉 等W5终于推到中塔的时候 李宁直接开启131分带模式 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 小地图上W5的线 正常情况下 W5应该围绕卢娜进行推进 抢到中线之后 用卢娜的影响力辐射边路 但前面W5没爬去张千锋 边线烈时还掉中塔 局势就完全反过来了 李宁两路边线一直在推 W5只能分人去接 这个时候李宁边路就可以先靠中 导致卢西安根本不敢站到外面去抢线 反而是李宁完成了边线优势 中路抢线入侵野区 做视野的良性循环 23分55秒是卢西安唯一的抢线机会 但W5整体抱得不够紧密 这个线你敢抢就敢开 没队友宝的卢娜自然是顶不住的 差达10分钟的时间里 小龙是W5唯一拿到手底的优势 他们必须得在阵容强势期末尾的龙魂团 拿到东西 就是这波决胜的龙魂团 从团庆布置来说 W5的优势是卢娜能产中线 和延确的分割能力 他们能先一步从中路都为龙坑布置视野 但他们的边线是劣势 纳美只能跟着卢西安去处理中线 能再往龙区转 因此他们的视野会集中在河道偏中路的位置 下路的没人能去 怎么会有视野呢 这种情况下 W5的视野漏洞就只有蓝区 纳尔单打看不住剑机 选择让掉这个口子 当纳美最后一个眼被剑机秒掉之后 W5蓝区彻底失去视野 这个时候W5最好的选择 是直接封路开龙 逼剑机到正面打 然而冰女这个站位 导致威武没人敢往前去 拉小龙的仇恨 等威武重新开龙的时候 剑机就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空因素了 李宁这个时候很耐心 知道威武现在很急 猴子 泽力都站在对方开不到的位置 仅有一个冰女站位稍微靠前 迫于剑机绕后的压力 魏决定强开冰女 因为再不开的话 威武的阵容一定会被剑机拉开 李宁可以趁机拿小龙 但强行开有啊有精神的冰女 风险太大了 这波团除了剑机以外 猴子究竟是在装甲后 还是真的打不热下去了 威武知道剑机绕后 但不知道剑机什么时候到 知道猴子要开 但不知道剑机什么时候下龙坑 从Rookie的第一视角来看 跟个恐怖游戏一样 一开始他们只能看到前面的冰女 突然猴子从龙坑转出来 侧后方又来了个剑机 作为阵容核心的卢西安 剑机两刀就带走了 李宁决胜团上野的顶级进场 直接杀死了比赛 打完这个BO5 威武想进世界赛 只能从冒泡赛败子族开打 需要连赢两个BO5 而李宁接下来还有很多可能 下一场独音币和绿毛 将会面对老冬家 想必又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整局比赛看下来 双方上代英雄池上的差距 给李宁带来的BP优势 并且阿乐在比赛中超大的剑机 成功突破锐气 编带和团战发挥都非常的优秀 很期待阿乐明天 和369的拉扯大战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今天晚上EDG和TOP的BO5 也是相当激烈 兄弟们多多点赞加三连 我们连夜开竿